好 再來看到最近現場 我們知道這個禮拜是超級股東會週 昨天是鴻海股東會 而今天台積電股東會登場 到底金元教父張忠謀呢 他怎麼看景氣 連線記者林曉凡 好 主播台積電的股東會今天登場 在報告討論案的時候 有一位股東 女性的股東 他臨時插話 他說啊 台積電每年每股的股力 固定三塊錢實在太少了 還說啊 張忠謀應該要像鴻海的董事長郭台銘一樣 因為昨天郭董就在股東會上決定說 要把股力增加 我們來聽聽這位股東還有張忠謀怎麼說 都知道鴻海每一年股東大會 只要股東要求 他一定會調整他現在的決議案 就今年阿剛北也是一樣 只是他殺了半 殺了一半 所以我希望這個Maurice 你打破這個規矩就是三塊的股力 你難道以為這個是真是在會場 當中明時決定的嗎 是啊 是啊 他上頭 那你這位股東 我想要需要多點經驗才行 到底能不能增加股力呢 張忠謀的回答也非常誠實 張忠謀說以前的股力只有1.4塊還有2塊錢 都是張忠謀他打破把它增加到3塊錢 他表示呢 以後應該是一定會增加 但是呢 要增加絕對不會是今年 以上是現場最新情形 我們把鏡頭交往內 對 對 對 谢谢大家